他們給我offer的數字是多少 第一年一共是43萬美金 具體offer的總價值是這樣算的 他們給我的底薪是20萬5美金 喔對了這邊我把offer的其他部分給碼掉 主要是為了避免麻煩 怕到時候他們來靠悲我 那除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幾個禮拜前我收到了Google美國這邊給我的軟體工程師的offer 然後考慮了一下我最後還是拒絕了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offer全部的數字 從第一個口頭offer 前面一共談了幾次 到最後一個final offer 發到我的email郵箱裡面 然後分享一下我是怎麼經過談判 把原本開的薪水增長了大概30% 還有最後我決定婉拒他們的原因 那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經驗讓你學到一點東西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記得幫我把這支影片點個讚 因為你知道 我當然不是因為為了拍這支影片去面Google的 那你如果有面過Google的話 你應該知道整個Google的面試流程 其實是非常冗長的 從一開始的phone screen onsite team match 到final offer 可以花好幾個月的時間 所以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讚 點讚只會花你0.5秒的時間 那先說一下這個offer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最開始面Google的時候 是大概去年10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還在我上一家公司工作 那當時其實我已經把所有的面試都面過了 phone screen coding system design 然後他們有一個hiring committee 一個Google內部的組織 給我批准了一個 L5的級別 L5相對應其他公司 大概就是支撐工程師的級別 那那個時候我已經決定好要加入我現在這家公司 所以當時我就跟他們講說我們就不要再繼續走下去了 那就在幾個禮拜前呢 他們又發email來問我說有沒有興趣加入Google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需不需要再重新面試 他們就說不用 因為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接下來的流程叫team match 他們會把我的履歷 發給在招人的manager 看有沒有team適合我 或是對我有興趣 要是有興趣的話 他們就set up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讓我跟manager聊天 這叫team match call 反正整個過程就像滑聽的一樣 要是manager對你有興趣 然後你對那個manager也有興趣 你對那個team也有興趣 你們就會被mashed out 那下一步就是offer 然後談薪水 那因為我現在人在西雅圖 我也不介意搬到加州區 所以當時我就只跟這兩個地方的team聊天 那因為在西雅圖 我沒有找到一個team 是我真的很喜歡的 所以我最後選擇了一個 在加州Sunnyville 一個我比較喜歡的team Sunnyville 其實基本上就是Google的總部 離Mountain View開車不到10分鐘的時間 那現在就來公布 最後他們給我offer的數字多少 第一年一共是43萬美金 具體offer的總價值是這樣算的 他們給我的底薪是20萬5美金 喔對了這邊我把offer其他部分給碼掉 主要是為了避免麻煩 怕到時候他們來靠給我 那除了底薪之外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target bonus15% 正常表現的話就會拿到這個15% 有點像是年終獎金一樣 那下一個就是簽字費 一共是3萬美金 這個你可以把它直接算成是第一年的收入 我等一下會解釋為什麼 然後最後是股票的部分 一共是49萬9分4年 前面兩年是33% 第三年是22% 第四年是12% 所以一共第一年是43萬美金的總年薪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股票到了第三年第四年越來越少 是不是你的總薪水也會越來越少 答案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為你進去第一年之後就會有股票的refresher 意思就是它每年都會再多給你四年的股票 加上根據google的股票漲幅 今年漲了70% 就算比較差了一年也有10% 所以你的總年薪只會越來越多 只會越來越高 而且你的底薪每年也會有調幅 況且最壞的情況下 你做完兩年也可以隨時走人對吧 所以在考慮offer的時候 因為你沒辦法去預測 三年五年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完全沒有必要去想 兩年之後 你的薪水會是多少 因為現在所有市場的變化都太大 市場的情緒波動 沒有任何人能準確的預測 那這邊這個3萬塊的簽字費也是一樣的道理 第二年的薪水靠股票的增長 加上底薪的增長 理論上都可以超過43萬 所以你可以把簽字費算在第一年的總薪水裡面 那43萬這個數字呢 其實還算不錯 如果你去levels.fi上面看 Google L5的平均年薪大概是36萬 加上其實如果你有在追蹤Google美國 最近一兩年開出的薪水 你應該就會知道 他們現在都在LOBO 現在Google基本上是費裡面最低的了 那我很清楚我在市場上面的數字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可以談到比這個更好的走心值 但是因為這一次我沒有同時在面其他的公司 所以其實我站在一個劣勢的一個談判角度 如果你有看我的這支影片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現在沒有任何其他的competing offer 來讓Google抬價 competing offer的功用就是我的recruiter 可以拿這個數字去跟他的主管 申請matching offer或是更高的數字 所以這次我在談offer的時候 純粹就是靠嘴炮 那他們第一次開的數字大概是35萬 因為我知道他們最近很喜歡LOBO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就有跟他們講過 我說我現在的薪水很高 拜託不要拿一些奇怪的東西來鬧 所以他們就開了一個很普通的初始價 那當然這個就是要讓你繼續談的意思 那我這次談判用的方法就是 我直接攤牌告訴recruiter說 我就是想要去Google 我說我知道很多人他們會用什麼 Facebook Uber還有其他大廠的offer來競價 然後看最後誰開最高就去那邊 我說我不是那樣的人 當然我覺得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就是想要去Google 我的目標非常的明確 我說我現在的薪水很高 公司剛IPO 我覺得沒有一家公司可以match我現在的salary 但是假如你們開出一個比較接近有誠意的薪水的話 我願意去你們那邊工作 我說我覺得現在錢對我來講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不希望因為錢 成為最後我選擇不去Google最主要的原因 那他們第二次開過來的薪水就稍微漲了一點 但是也沒有多好 所以我就又強調了第一次的說詞 我說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了 該說的我都說了 希望能再去試一下 下一次我們談話的話 我就會把它當作是最後的final offer 我們可以直接make a decision on the spot 那最後他們就開出了這個43萬給我 我知道其實我還可以再拉最後一次 例如我可以說 假如你能弄到45萬的話 那我就可以馬上跟你簽下去 但是因為我沒有增料簽下去 所以我就沒有繼續談了 那為什麼我最後拒絕了Google的offer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我接受了Google的offer 我就不能拍今天這集影片 如果我拍了今天這集影片 我就不能接受Google的offer 所以總結就是今天這集影片 價值43萬美金一年 1200萬台幣 在這邊送給你 還不趕快點贊 好啦講真的 其實我認真考慮了一天 以客觀條件來看 薪水其實真的不錯 但是跟我現在睡前的薪水比還是有一段差距 那所以這方面就不用多說了 就算數字一模一樣 在西雅圖拿到手的薪水 因為沒有週稅 絕對會比在加州高非常的多 另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現在拿的股票 以後發展的潛力會更大 因為公司還很小 所以長期來看 股票翻好幾倍的機率還是有的 至於Google的股票 就是穩定成長型的大盤股 當然今年是個例外 漲了70% 不過之後每年平均20%的增長 我覺得應該算是蠻正常的 對我來講 因為我還年輕 我還是想要再賭一把 我覺得Google永遠會在那邊 以後如果想要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Google目前的規定是 明年一月份 員工就要回辦公室上班 我覺得早上能睡到開會前一分鐘 然後在馬桶上面 邊大便邊開會 是人類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我還沒有準備好 要回辦公室上班 你想想看 我現在的工作 Fully Remote 我可以去紐約 Miami 夏威夷 亞洲 歐洲 任何地方 任何我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一個就算辦公室每天有 和牛龍蝦吃到飽的福利 都沒辦法取代的條件 那為什麼我還要考慮一整天呢? 其實我自己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渴望 想要對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 我當時上大學的時候 夢想就是哪一天可以去Google工作 因為我在實習的時候 申請Google Amazon Facebook 這些公司 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屌我 願意給我面試的機會 連Amazon都不給我面試的機會 可能就是因為我讀的不是CS 或是相關的專業 在我心裡內心深處一直有個結 當時我很怕別人會覺得我是一個冒牌貨 一個沒有讀電腦職工出來的 還想要當軟體工程師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覺得 我只要能進Google工作 就再也不會有人看不起我 雖然其實從頭到尾沒有人真的看不起我過 只是我自己渴望給我自己的一個能力證明而已 但是我很清楚我現在在做重要決定的時候 我要把我理性的那一面拿出來 因為只有這樣子 我才可以做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正確決定 當然主要還是因為要拍這集影片 好啦那今天這集影片的目的 不是要炫耀或是說我多厲害之類的 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學到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其實有時候在談薪水的時候 不一定要有Competing offer 我覺得夠真誠 還有讓你的Recruiter 感受到你是真的想要去他們的Team 其實也是一種方法可以讓你談到你想要的薪水 當然前提就是你要很有耐心 而且不能表現出你的飢渴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做一個很難選擇的決定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問你自己 你今天假如做了這個決定 你未來會後悔嗎? 對我來講 如果我離開我現在的公司 我可能會放棄掉一個 可以讓我財富自由的機會 我將來有可能會後悔 但是假如我現在不去Google 我可能以後還是有機會可以再進去 況且這個世界上 比Google好的公司太多了 那第三個就是 如果你肯努力 就算你沒有相關的學歷 像我當時一樣 你之後還是很有機會 可以去Fan 或是你夢想的職業公司工作 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一定要記得幫我點個讚 或許超過三萬個讚的話 我可以考慮再錄一集公開我當時 面試Google的整個流程 跟面試考的東西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下去 因為你值得 那我們下次見囉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